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弟兄姐妹 主日平安 今天我们马上要谈到 我们主耶稣为门徒的第二段祷告 上个礼拜已经讲到第一段 第一段是 我们主说 父阿 保守他们 今天第二段 主说 父阿 求 你死 他们成圣 各位 我们基督信仰 有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 一个是重生 一个是成圣 各位先要明白这两者的不一样 各位 重生完全是上帝的工作 神借着圣灵 使我们听信了福音 之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生出一个新人 生出一个新的性情 这个叫重生 一个人的重生 就为他种下了什么 种下了成圣的果子 你们先明白 所以没有重生的人 不可能成圣 一定是由重生了 成圣的种子种下之后 这个成圣才不断的会发生 所以因为这个我们知道重生是一个瞬间的事情 可能很多人不晓得到底我什么时候重生 我们可能过了一阵子之后我们才发现 当然也有一些人他们的重生是很明显的 好像保罗在大马射路上看见了大光 他恍然大悟 那个时候他重生了 但是我们知道 圣经里面也有像提摩他也这样 从小在教会长大 或者一直听神的道 什么时候 我就是这样的跟从主 服侍主 爱主 寻求主 不知道 就是这样很自然的发生 你们明白吗 我们大多数的人 其实都是这样的 我们听了福音很多遍 听了有关福音的见证很多遍 然后有一天很奇妙的 我自己想来教会 自己想翻开圣经 自己想祷告呼求主 有没有 为什么我里面有这样的变化 这是原来神已经重生我 所以有这样的变化在我生命里发生 所以重生是瞬间的 那成圣是上帝从那个人重生之后到他见主 有继续不断的在他一生当中的那个过程的工作 阿们 那么讲到成圣的时候 各位 我们知道成圣的这个事情 绝对不是出自一个外在的表面的功夫 那成圣是神进来了 神的恩典在我里面运行 那么这个恩典运行的时候 叫我的生命继续有更新变化 各位 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很多人以为 哦 成圣了是什么东西 就好像要靠人的努力了 以前还没有入教 现在入教了 所以现在入教叫什么 基督教 所以现在为自己定下一百个教条 所以我有做 一二三四五 比较像基督徒 然后这样守着 这就是人的一种努力 对不对 或者圣经说 遗文的旧样 各位 这样做的时候 这是一个外表功夫 外表功夫你可以守着 但是不代表你的内心 继续更新 继续变化 所以一个人重生了 上帝用他的道 生了他们之后 然后临到他的生命 在他的生命里面 继续有圣灵的工作 圣灵叫他们继续听到神的道 每一次受神的道光照 感动 就是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这样的过程当中 很奇妙的 自己里面深发主的性情出来 越来越像主 越来越有主的美德就出现 然后慢慢就从这个地方脱离很多罪的习惯 有罪的体质 有没有 在这个过程当中 越来越像主 越来越像罪死 像神的义而活 这个就是一个成圣的过程 这个当中 慢慢 你会感觉 这个改变是真的内在的 不是单单你做出来 乃是你喜欢神所喜欢的 你追求神要追求的 对不对 你去神要去的地方 今天来主日的时候 哪一个人是被家人逼着来的 不是了 就是以前是这样 但是现在来的时候很期待 很期待听到神的话 很期待见到众圣徒 这个喜爱神所喜爱 在内心里面出现的东西 从哪里来 为什么有这样的变化 因为你不断的听到神的道 也圣灵借着神的道 不断的感动你 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那么亲爱的 这个就是成圣了 所以也是有真实的变化 恩上加恩 性上加性 荣上加荣 的一个上帝在我们里面的工作 那么各位 现在我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在成圣的工作 各位要谨慎两样东西 各位注意听 这两样是什么 一种是我叫做积极主义 很多人说我们做积极主义要成圣 因为神绝对要成圣我们 对不对 祂像付祷告 付阿 成圣他们 所以 有自己的有一种积极 祂是一信了主 完全靠自己的努力 self-reliance 这样要做 要为主做什么 要自己要攻克己身 虽然是这样 但是你知道 祂不是靠恩典 祂是完全积极的 自己的积极 所以你会发现这样的人 慢慢他的信仰里面很辛苦 然后也变成自己常被控告 也会控告人 这是一个错误的积极主义 另外一个是什么 我叫做被动主义 被动主义是什么 上帝要承受我们 上帝进来了 用祂的恩典 用祂的道继续承受 所以 我就在relax 就是等神来承受 所以现在听到很爽 好像明白了 明白了 然后很爽了 对不对 然后 过后回家做什么 等神来感动 我现在看很多人喜欢这种道理 对不对 恩典福音 恩典主义 都是讲这些东西的 我们继续在神里面安息 继续在里面享受祂的恩典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以为你真听得懂神的道吗 如果你真明白了神的道 神的道 在承圣你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听了 明白了 你心里扎心 你开始挣扎 你开始感觉你活在这个地上 有两个率挣扎 你开始发现你不得不要求恩 靠主帮助我 然后你在这个当中 继续寻找查验主的美意 要顺服祂 各位 这个你会发现 这是一个跟被动主义相反的 圣经里面的的确确一直讲这样的事情 圣经里面没有说 叫你舒舒服服的 你会发现 你听得到 明白了之后 你下面继续有圣灵的感动 因为祂在你里面运行 对不对 使你什么 使你立志 行事 使你继续不断的要寻求祂 要祷告 然后怎么处事待遇 怎么爱我的另一半 怎么管理主给我的钱财 等等等等 对不对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这个承圣的工作 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时候我们知道 有时候感觉很慢 有些人跟牧师说 牧师很慢 我信主很多年的脾气还这样 好不容易信主十年听了很多道之后 脾气才好一点点 好像来服侍的时候才不太会被受伤 仰望主而坐 以前整天在教会服侍就是受伤 就是面对人看 对不对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虽然慢 但是那个承圣是真的 你们听懂这句话吗 这是真的 为什么呢 因为是你听了 明白了 然后你回应了 这个征战 摔跤的过程当中 在你身上发生的事情 一个植物 它一定要生根下去 然后才成长 这个长大才是真的 对不对 那你把描助长 快点 对不对 给它嗨一下 给它emotional一下 然后快点叫它嗨 各位 嗨完回去还是一样 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特别特别强调的东西 要真实的发生的 借着神的道 借着圣灵的工作 要真实的发生的东西 不是假冒的 有敬钱 外在的敬钱 但是 背了敬钱的实意 没有那个敬钱的能力 不是这个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在这点上 我可以跟各位说 所以你们先把重生成圣的分清楚了 所以从这里你会知道 重生是完全百分之百生的工作 我们叫神恩独行 神的恩典 独自行的 这个叫monogistic 对不对 英文这样讲 你不能做什么了 因为你生来就是死在过犯主要当中 上帝要重生你 就是祂的独行 祂的恩典 临到你的事情 你没得选择 但是成圣又不一样了 成圣是什么 神人合作 这是协同的东西 神临到你了 神的道叫你听了 继续感动你了 然后你现在 你怎么回应祂 依靠祂 顺服祂的事情 所以这个回应的工作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千万在成圣的事情上 不要尽到被动主意 我在讲 圣经很多很多的道 很多的话语 你们要怎样 恐惧占尽 做成得救 这个跟谁讲的 跟重生的人讲 没有重生的怎么恐惧占尽 神在哪里怕什么 对不对 哎呀 认识神了 然后我的罪藏在我面前 这个世界常常围绕着我试探 恐惧占尽 做成得救的 不是赚取得救的 乃是把那个得救的生命活出来 有恐惧占尽 你们要警戒私欲 对不对 彼得潜尽 刚才我们读的 你们要靠着圣灵 制食身体的恶性 各位这些话 警戒 制食 恐惧占尽 做成 这些都是动词来的 有没有 都是动词 所以我们人的责任 对不对 神的恩会临到我们之后呢 他一定要求这个随从 神走随从 你不走 上帝停 看我了没 快点 快点 这样做 跟从我 来 对不对 成圣的功能 所以继续跟着 越来越向主 越来越了解主 主的旨意 明白 所以这个成圣跟从的 人的协同里面发生 有些人现在就问了 那牧师 我已经跟了二十年了 几次再停了 会不会有一天 我已经成圣到一个地步 我已经完全没有罪了 也不会再犯罪了 有没有 各位好不好 我完全没有私欲 按圣经的话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连我们使徒保罗信主 差不多二十多年了也 励志行善有的我 心出来 由不得我 对不对 但是你要是明白 为什么 由不得祂 为什么这个罪跟罪性 无论怎样成圣到什么地步 总是还出现 为什么 因为 这里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因为成圣 是神在我们的身上 将罪 约束 压制 但是不是毁灭 你们听得懂吗 OK Let me say It's a repress And restrain of your sin Not destroy 所以呢 在成圣的过程 对不对 神引导你 你随从他 神向你写明 对不对 你才会自己跟从 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会发现的 越来越你的罪是被约束 原来以前受试探的 现在不受试探的 以前贪爱的 现在不贪爱了 以前一被触动马上就反应 现在不触动 触动来不反应 明白吗 那很奇妙 所以你会发现他是被约束 被压制 但是不是被毁灭 你什么时候罪被毁灭 你的肉身死了 对不对 你的罪身 你的罪性 那时候完全的被毁灭 你才能够再也不犯罪 各位 所以各位 你会发现 一个人成圣到一个过程了 好像很不错了 不要骄傲 因为保罗还是说 你要逃避年轻人的私欲 人都有私欲的 对不对 所以你还是要逃避的 你说我成圣了 差不多了 然后 这个社群的东西 看一下不会受试探 你试试看看 那股票也 这边看一下 读一下 现在金融情况怎样 很奇怪的 明明以为成圣了 不错了 那个欲望又来了 你们有没有发现 所以各位 绝对不能骄傲的事情 这是成圣一直到你见主的事情 所以一个人他重生 然后成圣 在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实况 在他的生命里面出现 就是这个心我 和这个老我 天天征战 那个征战所带来的那个张力 那个tension 那个tension 很猛烈的 尤其开始的时候 就好像 各位明白 好像你一桶水 从一个井里面 你要从这个坠里面 要开始拉出来的时候 很辛苦 对不对 其实有时候你会发现 辛苦在哪里 那桶水如果还在水里面 你拉的时候 还没有这样辛苦 那桶水你从那个水里面 拉出来的时候 我真的辛苦了 各位有没有发现 你从罪恶 得释放之后 你就会发现 世界 还有你已经出了世界 之后的那个征战是真实的 所以那个张力是很大的 有些人说 那上帝为什么要给我这种 很辛苦 我信了主 然后不要让我有什么试探 舒舒服服这样多好 对不对 我不要这种征战 要又不能要 要又要祷告 要挣扎 要恐惧在心 很辛苦 干嘛上帝要这样 我给各位几个理由 如果没有这样的辛苦 没有这样大的张力 没有与罪这样的征战 你会靠恩典吗 你这样靠恩典只是说说罢了 对不对 你没有仇敌 你哪里会靠恩典 对不对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真是要靠恩典的人 你认识自己的罪 能够意识到那个罪意 恐惧战尽 那个征战才来的 所以反而我讲的信息是跟很多的恩典派讲的 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不对 恩典派是要让你爽朗舒服 这样单单听到懂了 你happy 然后请圣灵来做 我跟你讲 这个是没有协同的观念来的 协同的时候 上帝的道越清楚的时候 你就发现你越扎心 非圣服不可 越靠恩典不可 有没有 所以这是第一点 然后如果没有这样的挣扎 争战 老实说你会想回天家吗 这边也很好啊 对不对 活在地上舒舒服服啊 对不对 所以 我们圣徒我相信 我们主来的时候 主在里 我们是很盼望祂来的 有一个其中的理由 为什么这么盼望祂来 主啊 因为我是被这个有罪的世界 也被这个罪性天天恋慕 真的很想脱去 有没有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一个实在的 所以你看 你很想回天家吗 真的很向往见主的 是因为在这个地上很大的战争 他意识到 还有最后一个 为什么我们要有这样的争战啊 最后一个是什么 谁可以想到 跟我们的冠冕有关系 我们如果要得冠冕 亲爱的弟兄姐妹 那打战的人才有batch 明白吗 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有征战 跟罪征战 将来见到主才有冠冕 天使是没有冠冕 上帝没有说天使有冠冕 对不对 天使是一来说顺服主 没有堕落 也没有跟罪征战的 我们人是天天有这个征战 所以公义的冠冕 会放在我们的头上 所以神都为我们想好的 神许可的那个难处 那个苦难本身 是带来更大的荣耀的 阿们 所以这个纯圣的信息 你们不能不要听 但是要听要听清楚是什么 所以我们今天继续看 我们主耶稣给门徒的第二段祷告 是什么 第十七章 我们一起来看十七章 这里说十三节 我们主耶稣继续 还是在为门徒祷告 现在我往你那里去 我还在世上说这话 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 各位这里很重要的一句话 主的喜乐 主要让这个喜乐也充满门徒的心 各位 我们先明白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喜乐是什么 我们的主 如果看祂客观的条件 没有一个能喜乐的 所以刚才我们读以赛亚书53章的时候 那里形容我们主耶稣什么 祂被人厌弃 多受痛苦 经常忧患 甚至祂在祷告这一段话的时候 是祂准备要上十字架子 但是圣经说 祂心里充满喜乐 而且祂心里的喜乐 超出世人所有拥有的喜乐 有吗? 现在我们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的主能够有这个喜乐 很简单来讲 因为祂与父的关系 对不对? 祂与父的关系 祂跟父之间从来没有那个罪所带来的隔膜 祂跟父之间 他完全按照儿子的角色 顺服父 凡事听从父 所以一个完全听从父而喜乐的生命 涌流在祂的生命里面 所以祂在地上完全的 继续不断地与父交通 我所做的 不是我做的 乃是父做的 我听从父而做的 各位有没有发现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圣子 给我们的那个喜乐的教导 那个喜乐的榜样 告诉我们 喜乐来自哪里 真正的喜乐怎样来 各位我们会问了 所以为什么 像我们的主多受痛苦当常有忧患 但是生命却有另外一种属天的喜乐 也是我们常常尝不到的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尝不到 我们以为为什么不喜乐 孩子有问题了 工作不顺利啊 你觉得呢 从这里你会知道 不是孩子有问题 工作不顺利 婚姻 不是这些东西 主要是什么 在这些里面 我放不掉我的私欲 我的意念太强 主这样带领我要自己走 很多时候是这样 然后生命里面有很多隐藏的罪 诗人也说 如果我心里注重罪孽 神必不听我的祷告 主你在哪里 我祷告很久没有听到 各位有没有 你注重罪孽 你收住那个 主绝对的 我绝对不放给你的 这是我的以撒 绝对我要走这样的路 我要过这样的人生 我要追求这个 我的梦想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你自己潜意识你知道的时候 那主向你要求你不放 很自然的 你要喜乐不能喜乐的 你无论怎样要努力喜乐 喜乐不了 心灵里面有控告 很奇妙的 所以你不要以为 人对我都讲好话 都爱我 然后我样样顺顺利利 然后我会喜乐 不可能的 狗你给他东西吃他很开心 猪你给他东西 他很开心的 再也不有要求的 但是你有灵魂 你的灵魂是要向这位神交代的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你怎么喜乐 为什么不能喜乐 这个理由先要搞清楚 从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我们的主 他的喜乐是这样 所以我们圣徒一生成圣的功夫是需要的 因为成圣把我们带到什么 一个谦顺的生命 凡是顺服主 听从主的那个生命 这个是教我们真正能够喜乐的地方 那么现在各位 主为门徒祷告说 父啊 所以叫我心里的喜乐 也充满门徒 这个的意思就是 父啊 求你让门徒们 也能够以我的心为心 换句话是这个意思了 你们了解吗 所以整个成圣的过程 叫他以我的心为心 虽然这个世上有苦难 有试炼 但是也叫他们在这个当儿 学习我 怎么爱父 依靠父 顺服服 这个当中你就会知道了 虽然有苦难 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 有喜乐 所以我们都会知道的 这个世界的王是天天要威胁我们信徒的喜乐的 下面马上就会很清楚的说了 威胁我们的喜乐的是什么 第十四节我们看 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 世界又恨他们 因为他们不属世界 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各位 这里说什么 我已将你的道 谁的道 父的道赐给他们 这句话我们好好思想 主将父的道赐给我们 这是什么意思 各位 现在我也是把主的道赐给他们 对不对 但是这里主说 我把父已经把你的道赐给 这个是叫什么 我已经把你的道的生命赐给他们 我已经把你的道的一切的指教赐给他们 The whole counsel of your word 你们听得懂吗 不是单单一个道理 道理 懂 听了 明白 这个是中文 听得懂 不是那个道里面的一切的指教 所以一个人听了道 未必得到那个道的指教 现在有些人听道 只是听道理 有一些人得到这个道里面的生命 道里面的指教 从这个地方开始 他看什么都不一样 他看世界不一样 看永恒不一样 看自己不一样 然后看自己的将来 甚至自己要走的方向都不一样 所以各位注意听这句话 我讲很重要的话 教会里面现在很多人查经查经 甚至被派去读神学 查经查经 但是人生的方向还是地上 为什么读书 为什么做工 为什么养家糊口 都是为地上 他的人生的方向是往地上走的 他还没有得教神的道 听得懂吗 你读了神学不代表你得到神的道 有一些人读了神学 回到教会 好像看起来要服侍主 我们服侍主我们以为就是天上的事 然后看到弟兄姐妹有抑郁的 婚姻有问题的 儿女有问题的 然后他怎么做 现在我们来给教会找一些积极心理学 积极辅导学 然后给教会很多人来 用一些节目吸引人来 其实他没有明白神的道 他是听了天上的道 他做的是地上的事 你们明白吗 所以那个道的生命还没有领到 一个真正不属世界 世界与他为敌的人 不是因着他挂上基督徒的名号 或者他在哪一个教会受洗 或者哪一个宗派 跟这个没有关系 乃是他的心中 有没有上帝的道 一切的指教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一个真的拥有神的道的指教 在心中的人 他看世界 看永恒 看社会 看自己 看万事 都跟世人不一样 所以下面说什么 因为我把你的道赐给了他们 世界就恨他们 因为他们不属世界 怎么知道 从他们心中的那个道 他们因这个道所信的 所做的 完全跟世人不一样 从这个东西才会知道的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 我们今天 我们听道的时候 你出去 然后你的行善跟世人一样 那个不叫你听得懂 你出去的时候 你要做的是顺不住的 然后现在你到世界去 你要把一个人从这个黑暗的势力 空中掌权这个世界的王的手中 你要救出来 你以为去这个世界里面跟人搞好关系 拍拍马屁 然后这样来信耶稣 祂给你一个面子来教会 祂没有信 你要真的叫祂的灵魂有扎心 你要怎么把神所赐的永生之道 向祂传讲 向祂做见证 使祂真正知道自己灵魂的光景 这个 然后才叫祂能得到圣灵的工作 被拯救出来的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 这个教会的一切的问题 不是没有传讲信息 没有服事 一大堆做这些东西 但是其实做的都跟世界的东西一样 所以很辛苦的 这个是 教会其实现今教会最大的问题是 慢慢跟世界没有瓜葛 没有一个区分的时候 就这样的问题来 世人其实都在这个世界的 你好像我这样说 我每次用这个比喻 我们基督徒活在世界 是好像去到世界 去到敌人的军营 这个敌人的军营里面有很多的俘虏 所以 你看到吗 这个世界属神的人 都成为俘虏 钱财的俘虏 性的俘虏 女人的俘虏 名誉的俘虏 这些都是俘虏来的 你要怎么把他们救出来的事情来的 你怎么能够用世界的方法 用仇敌的方法来把他救出来 所以下面很清楚的 怎么办呢 所以主把这个世界是什么 很清楚跟我们说 第十五节 各位看 十五节说 我不求 虽然他们不属世界 世界也恨他们 对不对 但是主说 我不求祢叫他们离开世界 只求祢保守他们 什么 脱离 怎样 那二者 脱他们不属世界 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各位我们今天好好认识什么是世界 通常我们讲世界的时候 各位很多人把它当作是一个地理位置 世界是什么 有一个地方 不是火星 不是月球 就是地球 地球叫世界 不是 圣经讲世界的时候 讲的是 这个地球的一个堕落的势力 堕落的势力 不管是这个地上的意识形态 主制力量 文化潮流 都不是以神为中心 都是以人为中心的 human centric 这个敌对神的势力 就是把人一切的东西举起来 或者甚至跟神的平起平坐 所以基督教 好的 这是很多宗教的其中一个叫人做好的 这个本身就是世界 你们以为吗 人家尊敬基督教 尊敬你的耶稣这个东西 其实这是世界的观念来的 对不对 我们彼此尊敬 但是他绝对不会信你的耶稣的 他绝对不会因你的耶稣讲的道 他痛苦悔改 绝对不会的 但是他很礼貌的尊敬你的信仰 这个叫世界了 你们有感觉吗 所以 在世界 你们基督教平易近人 很好 我们都要尊敬彼此 我们要尊敬各种人 同性恋我们也尊敬 多产胎人尊敬 什么都尊敬 然后不要讲罪 上帝爱罪人 上帝只是讨厌罪 这句话有没有对不对 上帝爱罪人 但是上帝讨厌罪 我们每次听很多的牧师讲这句话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上帝爱罪人讨厌罪 但是为什么他把罪人丢进地狱 你们有没有问过这句话 所以我们不要讲一些要 要好像有一点勾引人的话 你跟罪在一起 除非你悔改 不然你跟罪一起要进到地狱的 你们听得懂吗 这个才叫福音 不是用人的好听的话造出来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对圣经的话 有一些很慎重的研读考究的人 我们一听人的话 我们就知道这个是人的东西来的 要合乎人的很痒的耳朵 要给他抓养 让他的心很舒服 听了之后very soothing 没有挣扎 然后他最多给你的耶稣有一种尊敬 那种觉得很美好 感觉很不错 这是世界的东西 各位 初代教会 五旬节 难道是彼得这样讲道的吗 确实不是 你们要脱离了弯曲的时代 这位主他钉在十字架上 谁钉的 你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对不对 每个人都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你们的罪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我又应该怎么做啊 你们要悔改 对不对 马上就讲这些话 彼得的信息是这么清楚的 你不讲这样的道的时候 教会来的都是山羊 越来越多来寻happy 的 寻欢寻乐的 然后要做生意的来找这边 哇 餐馆的老板来这边 MLM 来这边卖 哇 把这边卖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世界就这样潜入教会 重生 成圣 所以这个观念是讲 但是真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怎样发生 你要怎么恐惧战惊的 这种事都没有 所以世界是慢慢变出很多信息 这就是撒旦装作光明的天使的工作 所以我今天要讲这些非常重要的 我再讲一遍 圣经讲的世界不是什么地理位置 是一个堕弱的势力 那个意识心态 所以圣经一直说 你们不要爱世界 你们不要效法世界 为什么呢 理由在哪里 因为你们不属世界 圣经这样讲 但是现在我们主又祷告说 我为他们祷告 不是叫他们离开世界 为什么 所以可以回答 为什么不是叫他们离开世界 因为你在世界是有使命的 你留在这个黑暗的世界 你才能为主发光 你才能够传出福音的信息 拯救上帝的子民 只有你留在世界 对不对 所以这个真正的一个不属世界的信徒 属灵的信徒 他很清楚知道 我在地上多活一刻 不是为了地上的有些享受人生 乃是什么 我这个地上有很重要的使命 很重要的征战 在这个地方 亲爱的弟兄弟也不是享受恩典 乃是依靠恩典 来在这个仇敌的军营当中 把俘虏拯救出来 其实这个是 所以主说 不为他们祷告 叫他们离开世界 因为我们都知道 对不对 我走了之后 我的家族还没有信主的怎么办 我们大概都会这样想嘛 对不对 但是呢 还有多一个祷告 但是父啊 还有一个 求祢保守他们 脱离那二者 各位 仇敌用各种的方法来抵挡一个不属世界的人 但是基本上两个 第一是什么 第一是逼迫信的能力 我们都知道的 如果我们在家族是第一个信主的 我们一定被逼迫的 有时不要讲第一个信主了 全部都信主 但是你家里有很多属肉的基督徒 你要对主认真一点也被逼迫了 信也信 不要这样迷 有时基督徒跟基督徒也讲这种话 很奇怪 迷什么 你信的是什么 你信的是来到教会给上帝一个面子 然后给他口香堂前 叫奉献 然后不要迷 上帝要你的以撒 上帝要你的全部的生命 对不对 因为祂用全部的生命 钉在十字架上 你说我信就好嘛 什么叫信 信叫死 跟主同死 同活这个叫信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个观点一搞清楚 你对信仰一认真了 我肯定你 你家里属肉的基督徒就开始逼迫你 因为世界就用他们来逼迫你 世界的王就引诱他们的心来给你压力了 很奇妙的 对不对 所以你要预备好 牧师为什么我的家人都信主这样逼迫 你不要难过 你是唯一受逼迫的 明白吗 第一 逼迫信的能力 第二是什么 引诱信的能力 所以各位明白 世界的这个引诱力 哎呀 你们不要这样狭窄 这个世界很多要认识的 好吃 好玩 要享受的 或者 就是我刚才讲的 你要传福音 来 我跟你们说 传什么种福音 现在教会里面 讲给人家好听的 人喜欢听恩典神的爱 多讲这些东西 或者有些创新的节目做出来 人就喜欢来教会 所以你看 你要传福音 他也用世界的方法 也给你 对不对 然后你要服事 有些人很喜欢来教会服事 来来 努力要服事 尽情要服事 然后服事的这样的结果全部吵架 所以这个也是人的东西 也是世界的 对不对 原来教会里面的服事 靠恩典的服事 变成什么 比较的服事 这是一种 在公司里面也是很容易的 做工的时候也这样比较 所以你看 这个世界是用各种的方法 要潜入教会的 要潜入圣徒当中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非常地清楚 知道我们是不属世界 也知道 主教我们在世界完成使命 也知道 主啊 这个恶者 他会怎么用世界的理念 意识形态 方法 目的 来引诱我们的心 这些我们都懂了 我们才可以下面 就是纯圣嘛 对不对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跟你们说 我在教会每一次听到这句话 人家说 牧师 你讲得到 好像 听起来 好像叫人要离开世界这样 耶稣没有叫我们离开世界 We are not of the world But we are in the world 谁不知道这句话 你就会讲 We are not of the world We are in the world But you are living like the world 你们明白吗 所以你是用一套道理讲 但是很实际来讲 你 not of the world Right OK 不属世界 但是要在世界里面 你们要拯救人 用什么方法 你们有没有问 世界里面要生活 用什么方法 没有讲清楚 靠圣灵 I use 要靠圣灵 很多时候是靠你的感觉 靠什么 你讲到这里 你要怎样 not of the world 不在世界 不在世界 但是要在世界里面 要完成主的使命 怎么做 神一定有给方法的 圣的道 对不对 圣的真理 还有什么 还有你信的那个神的道里面 圣灵的引导 那个圣灵的引导一定是借着真理 对不对 所以他叫真理的圣灵 没有真理的原则 没有忠于真理 没有谨守真理的原则来行事 为人 做事 用钱的生活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就慢慢发现 你的心 你的方法就跟世人差不多一样 然后这样做的时候 在教会服侍就吵架 对不对 就受伤 为什么 其实你忘了 这个当中 你不是受真理的圣灵来引导 你是受你的感觉来引导 很多时候是这样 所以我今天讲 你要知道世界的潜在力量在哪里 其实这些东西我是都想过的 很多牧师的信息我都听过的 不管是保守的 还是灵恩的 还是什么 其实我每次发现 他们都是自己要解释圣经 自己 先有自己一个理想 然后解释圣经 他们不属世界 父啊 我为他们祷告 不叫他们离开世界 但是求祢救他们脱离那儿子 然后下面马上讲什么 马上讲 求主用真理使他们成圣 有没有 马上讲这句话了 用什么 用真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下面用真理使他们成圣的信息 出来的时候 主怎么说 他们不属世界 十六节 也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求祢用真理使他们成圣 首先 不属世界的人才能被真理成圣的 属世界的人根本不可能的 那 祢的道就是真理 祢的道就是真理 所以我今天再讲一遍 你们注意听 上个礼拜也讲过了 上个礼拜也讲过了 成圣 不是修炼 不是修身养性 调冶性情 成圣 我们基督徒讲的成圣 首先有一个分别的概念 我们讲成圣 Sentification 其实英文的set apart made different consecrated 叫祂成为不一样 怎样不一样 为这位上帝所用的 所以这个叫成圣的概念 所以成为不一样 为这个上帝所用 所以一个被成圣的人 被真理成圣的人 祂是首先怎样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会发现 祂越明白真理的时候 祂的心意 有更新 有变化 然后祂做出来的 是越跟这个世人不一样 所以世人行善 你们基督徒也行善 No 基督徒不是行善为首 基督徒是顺服神为首 所以基督教讲的善是什么 行上帝所要他们行的善事 上帝要他们行 那个对象是上帝 事物看起来是善事 但是不是以善事为中心 我拿一杯水给这个小子 我去关怀那个姐妹 或者那个弟兄 是为什么 是奉主的名做的 你们听得懂吗 所以是天从主做 也荣耀归给主而做的 所以那个对象是上帝 不是要做一个好人 我们做一个很友善的人 很善良的人 但是世界的人也很善良 和尚也很善良 那有什么不一样 所以分别为圣 成为圣洁 那个很重要的 先要什么 你先要借着真理被洗净 被光照 没有真理 没有天上的那个真理 告诉我们 神是什么 我是什么 世界是什么 这个地上钱财是怎么样用 关系要怎么生活 没有神告诉我 都是随己一行 随自己的善意 这样做出来的 根本不是成圣的东西 你们听得懂吗 不管你怎样操练 操练 操练 你先要有真理 真理使你明白 打开眼睛了 觉悟了 知道怎么走 之后才有什么 才有操练 之后才有什么 功课己身 叫身服我 之后才有这些的 对不对 敬虔的操练 所以 我不是说不要操练 操练是需要 真理使你觉悟 被光照 属灵的眼睛打开 明白真理 从真理来明白 一切的一切 上帝给我的 之后 主啊 发现 要做出来 顺服很难 主说 不是靠你的能力能做的 要求恩 求恩 靠恩点 来做什么 来能够跟从主 完成主叫我 这个就是一个成圣的功夫 我的亲爱的弟兄姐 所以呢 所以真理为首 父啊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 所以你们每一次明白一次 明白一次之后 不是单单好听而已 你好听没有用 你明白了 恐惧战惊地回家 对不对 有一些弟兄姐妹跟牧师说 牧师说 上个礼拜打仗 什么战 恐惧战惊 我听了你的道之后 一回家 我旁边那个人 天哪有 我怎么爱他 忍耐他 怎么仰望主 然后呢 在他的软弱当中 也看到主的恩典 感谢主啊 你就明白了 对不对 那 那边听到很舒服 倒是一个 然后回家一看到 完全有血气来回应这个东西 没有关系 这个礼拜失败了 没有关系 对不对 但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什么 你刚刚明白得到 马上在你的良心里面又指教你 那个圣灵再次责备你 对不对 所以你主啊 怜悯我 再一次又谦卑下来 又依靠主 有没有 所以你们有发现 跟神离不开 跟祂的真理离不开的 有圣灵的工作 所以了解了这个之后 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受什么控告 对不对 因为我们的确是软弱 立志为战 牛的我 他行出来又不得我 遇到那个实况的时候 很容易体贴肉体的 但是你不要忘了 因为你们已经明白了主的道 主已经把祂的道赐给你们了 当你们又体贴肉体的时候 神不会安静的 祂会透过你所明白的真理 再一次在你的心灵做工 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成圣的信息 对成圣要彻底的这样认识 你对这位在你里面感动你的圣灵 你跟祂的关系是活泼的 不是你假造出来 祂都是讲好听的话的 给我很舒服呢 这样没有成圣的 这样是你欺骗自己 这个叫自欺 因为你中什么就受什么 有些人信了二十年之后 好像baby一样 属灵的婴孩 遇到碰撞的时候 马上就跌倒 为什么 因为一辈子都是在寻找自己要听得到 所以没有办法的 这个教会分了去另外一个教会 那个教会又分又受伤又再多一个教会 亲爱的弟兄姐妹 教会界里面的悲剧就是这些东西 因为他们最重要的那个真理没有认识的清楚 之后都是人的东西 人的话 人的感受 人就分开了 对不对 都是这个 这些话 很重要的话 讲到成圣的时候 不能一直被骂 所以要 像我们的主 给我们的 就是求你用真理成圣 你的道就是真理 现在怎么说 成圣了 对不对 下面怎么说 你怎么猜我到世上 我也照样猜他们到世上 这句话好像那个feeling又不一样了 对不对 这个要猜他们到世上 彼得很快要否认他了 所以主的祷告是很长远的 对不对 因为主已经看到 这个生命是真的 这个作品是真实的 是神的工作来的 这个人 彼得的确很软弱 但是生命是蒙恩的 门徒们都是蒙恩的 对不对 他们是能够被神的道成圣的人 所以这群人 他们是拯救世界的人 所以我怎么被拆拍到世界 父啊 这群人 你拆拍他们 主已经看到五熏节了 有没有 主都看到了 所以我们不需要 就因自己的软弱太痛苦的 你看你一直被对付的过程当中 你不用想说 是不是主不喜悦我 不是 主一直对付你 主一直炼经 一直承圣你 为的是将来要使用你 你有没有 没有被承圣的信徒 他不能出去的 家门口出去就跟人吵架的 他要走出去 跟各种人在一起 能够怜悯人 也特别软弱的人 知道要说什么来释放他们 有罪的人要说什么使他们知罪 这些都是要被承圣过的人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我们的主 承圣我们是有方向的 要拆派我们 感谢主啊 这是太美的一个了 一句话了 所以如果主牧师没有被承圣 今天怎么讲这篇道 不可能 你们以为我就是信了主之后就这样成长 然后这样一直很自然的爱主呢 你爱主是不自然的 你爱主是不是 你不爱主是自然的 我们的罪信啊 不爱主自己生活是很自然的 你两天不祷告就整个人像外邦人一样了 那种观念是不是 爱钱 爱什么什么都是一样的 但是呢 爱主天天被承圣 然后发现 这个承圣是有目的的 开始有一天这个福音的道能够讲出来 虽然自己也软弱 对不对 有时候有一点小脾气 但是没有关系 要救人的时候 还是把永生之道传讲 把见证做出来 拯救人 有没有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被承圣的人 他心灵里面也不受控告 他认识主 主认识他 对不对 但是他一直要活在主的面前 这样的人 他是嘴巴一开起来 我是软弱 但是我们的上帝是刚强的 对不对 就把人能够吸引到 神的面前 真的盼望我们成圣的结果是能带到这个东西 因为这是主为我们的祷告 祂的祷告是绝对有功效的 然后最后我们的主说什么 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 这句话很奇怪 叫他们也应真理成圣 这句话是不是我们的主还不够圣洁 所以祂还要分别为圣 不是 主的分别为圣跟我们的分别为圣不一样 主这里讲的分别为圣是什么 就是祂要被分别为替代世人的罪的那个祭物 只有一个 整个人类历史 只有那一个 上帝所拆来的基督 那个祭物要死在十字架上 要被杀 要被钉在十字架上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圣洁的祭物 为上帝所分别出来的 要上十字架的分别出来 所以在那个地方 祂也成为什么 赎去世人的罪的大祭司 所以我们旧约读到很圣洁的都是什么祭物 祭司这些都是 就是consecrated 被分别为圣出来的 这样的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 所以 主为我们的祷告 我这样分别也使什么 叫他们也因真理分别为圣 成圣 所以 我在讲 一个基督徒被成圣的基督徒 他真正活出来的样式 他绝对跟这个世界的人 跟这个世界的宗教徒 好人 圣贤 不一样 你们一定明白 是不一样的 如果有一个人说 你这个人很好 跟我邻居的佛教徒一样 很好 你要很担心啊 真的你这个样子像佛教徒的话 就是这样 荣耀归给自己 因为我做到了 我能够爱神 我能够帮助人 我不是 绝对不是 这个是 我不懂怎么讲 这是一个靠主 有主人的 然后祂忠于神的真理的 祂行事为人里面 一切所做的 祂显出可能有祂真实的软弱 但是显出 同时显出那伟大的上帝 所以这样的 所以我们做父母 有时候我们教孩子不是完美 教错的时候 孩子 爸爸也不应该这样跟你讲话 你会讲 会知错的 就是祂会懂 对 祂是爱我 但是祂不是完美的 这位上帝是完美 但是祂是顺服这位神的 所以祂也会敬畏主 你们了解 我每次这样说 夫妇生活在一起 有时候两个人口角 有血气之后 但是丈夫还是give in 对不对 还是因为祂是头 对不对 祂还是愿意爱祂 包容祂 祂就感觉到 你真的是好像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不是你的自尊心满满 所以祂会感觉到 你所信的这位神 跟你活出来 你怎么对我是一样的 你们明白吗 所以祂就懂了 你不单单是一个好丈夫 你是敬畏神 而懂得爱我的好丈夫 所以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的另一半 很快就信主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另一半 家人信主 不是用什么方法 什么四个属灵定律 跟人家讲 1234 不是这个东西的 有生命的明证 也加上人看得到 你生命的主 所以这都是来自 成圣的功夫的 所以你对成圣的理解错了 也以为只是做好人 好基督徒 什么好 这个好也没有 definition 定义是什么也不懂 那你方向就会错了 对不对 知道了 但是一直被控告 然后留在那种很软弱的光 也错 对不对 因为 神是要把祂的喜乐赐给你们 神是要 诚实你们的结果 要拆派你们 对不对 这个也要很清楚 所以要整体的要认识 现在主一步一步讲 我的喜乐赐给他们 但是他们活在世界 这个喜乐常常会被夺取 求主保守他们脱离了恶者 对不对 然后求主成圣他们 因为我要拆派他们 然后我要分别为圣 也使他们成圣 对不对 你们明白吗 这整体的信息 今天要讲的 有一个大概念 你们掌握之后 你们反而在神里面是自由的 喜乐的 也因为赞美神 神啊 因为你拯救了我之后 不是放我在那边 你是对付我 炼净我 成圣我 为了使用我 Amen 我们一起祷告 主 我们感谢祢今天用祢的道 这样的教导 光照我们 主 我们人的口能讲的是只有这些 但是剩余的求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工 使我们继续明白被光照 特别是主 祢知道我们人是软弱的 我们活在这个肉身 有时候我们听了这个成圣的道 我们一去到现场里面 面对现场生活里面那种繁杂的事情 我们又很快动起我们的血气 老我的性情 主在这个地方上 我们知道主因为爱我们 所以主不断地成圣我们 炼净我们 然后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灰心 让我们知道 主所爱的 主必管教 主所爱的 主一定要成圣 主 所以我们感谢祢 祢为我们的祷告 那两千年前的祷告是 一直到今天 甚至到我们众圣徒见到祢之前都有功效的 主 我们赞美祢 也我们期待主在我们身上 每一个人的作为 我们感恩 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阿们